新闻开始来跟进雪龙区的治水情况 根据雪州水工公司发布的文告 受治水影响的地区 84%的住户已经恢复用水 尽管水工比预期恢复得快 不过警方并没有因此而松懈 全国警察总长拿都斯里阿都哈密 强调警方正在追击破坏者 不排除援引国家安全罪行法令 来对付恶意污染水源的人士 水质恶臭再加上柴油污染 导致雪兰娥和四个绿水站两度关闭 400万人受治水影响 经过清理和抢修后 雪兰娥水工公司发文告指出 截至今天下午1点 7个受到水源污染而治水的地区 已经有84%或者120万户家庭恢复水工 当中刮雪县 乌雪县 俄迈县 吉隆坡 巴生 沙南以及巴达林 有80%到99%的用水已经恢复正常 只有刮拉冷月还剩下半数用户 还挨着治水之苦 全国警察宗长 Nadusli Aduhami 今天出席国家金融知识策略 开幕里后告诉媒体 警方严正看待破坏者 故意将柴油倒入雪额的事件 是的 Aduhami强调 警方可以援引国家安全罪行 特别措施法令 对付破坏生命支援的人士 而他也已经指示雪舟总警长 亲自带队调查雪核污染事件 马兴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说钱吗 зд框 为何您想说 scattered水 我再封阳 阿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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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尔